哈囉 大家好 我是小馬 今天小馬也要跟大家聊的內容就是 那在今天影片開始之前 先給小馬30秒的時間 讓小馬來回應一下上一支影片你們的留言 小馬真的非常開心有這麼多的支持者 還有很多人重新認識了我 那我會拍那支影片最大的目的 其實也不是為了要澄清或是要解釋什麼 而是想要告訴大家說 其實有非常多的自媒體創作者 真的都是從素人這樣子一步一腳印去開始的 所以我想給一些年輕人 讓他們有勇氣去追逐夢想 不管你的夢想是什麼 但你始終要相信 只要你努力有目標的話 你就要去做 因為你不做你永遠沒有機會成功 那從以前我就一直告訴自己 別人做得到的事那我也一定做得到 大家都是好手好腳 沒有什麼事情是做不到的 除了數學例外 好啦那我們回歸主題 今天跟大家講就是球鞋直播的內容 那說到直播平台 在網路上有非常多種 今天要講的主題當然是 專注於賣贈品的店家 他是要如何獲利 這一兩年來直播生態可以說是相當活躍 那要吸引觀眾目光 又要成功的讓消費者買單時 大部分的臉書直播都是以低價為廣告標題 來吸引你點進去看 所以我們可以常常看到有許多的便宜鞋款在上面做競標 競標到一個價格的時候 直播主還跳出來說 你們現在標的價格都太高了 現在我直接下殺折扣要的在底下加一 所以他的直購價比你競標價還要便宜的時候 就會讓觀眾有一種減到便宜的感覺 而跟著一起加一去購買這樣商品 那如果你仔細停下來看 一場直播大概落在一到兩個小時 通常一個球鞋直播會販售的商品 大約是15樣左右 那也是取決於他的這個時間長度 那一個成功的直播銷售模式呢 就是可以先主打大概至少兩款的賠錢商品 其實就是他們進的這批貨 可能市場上銷路不是很好 所以他已經決定要賠錢賣了 那既然要賠錢賣 就要把廣告效益做到最大化 比如說一雙定價5000塊的NND 他可能就會賣個999 所以他就算賠錢賣 但已經吸引到觀眾進來了 賠錢賣的商品一場活動啊 大概就是一到兩樣 不會拿太多 畢竟我要開直播就是為了要賺錢 不會想要賠錢 再來就是他的平價商品要來銷售 平價商品他的定價都會落在3000到5000之間不等 那接著他們的網路直播價可能會落在2000到3000左右 其實他賣的價格大概是原始商品的6折 而且大部分都是新款的商品 也就是目前門市有在販售的鞋子 那這些鞋子從何而來 為什麼門市5000元的商品 他賣了6折 賣3000塊 他還可以賺錢 那這部分你就要回到我之前介紹的球鞋圈後門事件裡面 我有說到團購客為了得到限量鞋款 他會去搭配許多的這些平價鞋子 團購客想要一次把平價鞋子 出掉的最好方式 就是直接批貨給這些直播的店家 那直播店家通常會用4折到5折的價格去收這個鞋款 也就是說團購客可能會賠掉20%的成本 但其實賠掉20%的成本 再靠限量鞋去賺回來 多少都還是能夠賺錢的 但這樣子互利共生的模式 也是在這一兩年直播生態崛起之後才開始有的 所以說團購客把大量的平價鞋款 賠錢批給這些網路直播店家之後 網路直播的店家就可以有10%左右的利潤來賺 那通常厲害的直播主一個晚上 光是一款鞋子 他可能就可以賣了三四十雙 一雙鞋子賺300塊 那你去想想他一個晚上賣了10款鞋子 那平價鞋款告一段落之後 店家也會試個水溫 嘗試丟一兩雙的限量鞋款來競標 如果今天這個限量鞋款 標的價格並沒有很高的話 那他也就只會讓得標的人來做購買 但如果今天他的這個觀看人數非常多 然後觀眾很踴躍在競標時 競標到他一個心中理想的價格 甚至有時候還比市場行情價再高一點 他就會直接開放各位觀眾加一 這時直播的店家也可以靠限量鞋來獲利 所以說現在有非常多的潮流鞋店 在網路上做直播銷售 那這些平價鞋款就完全不需要在等到 過季打折時才去Outlet做購買 你可以直接用6折或5折的價格 透過直播來買到 而且都是真鞋 因為他們基本上只抓10%的利潤 薄利多銷的概念 那限量鞋款其實仔細去看 限量鞋在直播上面 通常啊價格也不會太便宜 因為限量鞋他們有一定的成本 所以他們不會隨便亂販售 而且今天如果我是一個有實體店鋪的店家 我根本不用擔心限量鞋會沒有客人來購買 所以說你會發現 這些有名氣的大直播店家 他可能平價鞋款真的都相當便宜 但是限量鞋款卻可以賣得比較貴的原因 就是因為他的名氣有做起來 加上他有店面租金的成本 所以他限量鞋不會隨便去做便宜來販售 這也就是臉書球鞋直播生態獲利的方式 所以說球鞋商業的生態模式 就是這樣子繞一大圈環環相扣 你的目標是怎樣的鞋款 你就要找對地方去購買 你才能用最划算的價錢 買到你心中理想的鞋款 好的今天影片到這邊結束 那你還想聽怎樣的球鞋內容 在底下留言告訴小馬 喜歡小馬今天的影片 就幫我按讚訂閱跟分享 我們下次見 掰掰